1988年的时候 当时台湾出于经济发展的一个年代 那我父亲在他化工本科的一个背景下 他去了解到这个一个市场的商机 所以他去创办了高点的这样子一个公司 开始做的是多元存 锯质素质还有PU素质 在PU的一个延伸性的物质上 他就去看到了TPU的这块的市场 在台湾应该也算蛮早期就投入的一个产品开发 现在比较新的议题就是碳中和 还有一个循环性机的部分 那在针对这部分 我们高点其实在几年前就开始 投入生物机的一个材料的应用 世界上已经有数家大型品牌的客户 已经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在做测试 这一块来讲的话 一般我们以前是使用PVC去做一个合成格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可以利用 环保型的生物机TPU去做一个压岩的效果 射出成型的部分我们可以使用到穿戴装置上面的一个手环 那我们有用到压岩合成格去使用到汽车皮革应用的部分 我们一般最受瞩目的那个世界足球杯所使用的一个TPU的一个面料的部分 我们的一个产品优势就是我们原材料Polio都原成拒绝素质是我们自行生产的 所以在它衍生下来做成PVC合成的时候 我们的联合性会更加的大 那在技术研发团队呢 我们的研发费用是整个应收的5% 不管是配方的开发、制成的一个改善 还有一个品质的稳定上面 我们都有投入相当大的信力在里面 那我们高顶的slogan是 环境友善材料的一个开拓者 我们高顶就计划在嘉义大铺美去建立一个新厂 那在这个生产之外呢 我们还一并的去注重到 水资源的一个回收应用 还有一个绿电的使用 产品除了TPU 在环保材上面 我们还有PUR、PUD、水线素质 那这都是我们一个发展的重点 在生产线上面 我们会加以应用更多的一个数据的收集 那来达到我们更加的产品品质的一个控制的效果 还有一个分析的一个方法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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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